Figure out 好 Figure out 两个字合在一起 我们中文翻成想出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figure 那figure这个字呢 它的意思有很多 它可以当作估计 或者是描绘 它也可以当作名词是外形 一个人的体态也可以 还可以当作数字 甚至于图表 所以呢 这个figure out 你看到我们在算数学的时候 是不是会想尽办法 把它想出答案呢 所以呢 figure out 你就可以把它翻译成 想出来的意思 好 我们直接来看例句 Rather than copy other people Why not figure out a unique exercise and a diet plan that works for you Rather than 那个Rather than 这个片语呢 蛮不错的一个片语 同学不妨把它记一下 Rather than 后面接原型动词 好 中文翻成语期 语期呢 去copy 指的就是复制 也就是跟别人做的事情都一样 与其呢 去复制其他人 why not 为何不 主要why not 也是一样 后面遇到动词 动词要接原型动词 那你为什么不怎么样呢 何不想出一个unique 是一个独特的 独特的什么呢 exercise 是运动 and a diet 饮食的plan计划 而这些运动 跟饮食的计划 that works for you 好 那这个work for的意思 表示对什么什么人 有效的意思 英文就念成 work for 某人 好 所以呢 这个片语 我们就念成 figure out 想出来 拜拜 优优独特的